一样在这个地方 一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透过写函数 透过写程式的方式来去修改 因为你一定要完整的那个县式名称 好 否则的话到时候这些都不会参与进去做计算 来好属右键 然后新增资料行 好 我现在要重新改写县式名称2 县式名称2 你先看我打完好了 然后稍后再解释一下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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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的这个县式名称是空的值 空的值 如果我的这个县式名称 所以一撇来去呼叫县式名称 各位县式名称是刚刚我定义出来的 等于空空白 这是假如 这是假如 好 然后如果它是空白 我就会去抓 我就会去抓 我就会去抓这一个字 我就会去抓第一个字 就是那个分区业务组的第一个字 就是去放台 再加分区业务组的第一个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里面很奇怪的就是有一些 在中区的台中 台中市 还有在南区的那个台南市 抓不到 所以我要补回来 所以呢 怎么做 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我就先放台 然后再结合 结合 看是 看是那个分区业务组的第一个字 所以我就用Left的分区业务组 所以用一匹来呼叫分区业务组的第一个字 这边就取出来 看是台中或者是台南 然后end是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就原本维持现式名称 所以一匹现式名称 我们来看一下 现式名称 2 来 往下 本来它是空的 等一下我会再讲一次 让让你去了解 怎么那么巧 这边都没有 好 像这个 这个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台中 台中东区分院 因为它的分区业务组的第一个字是中 你看这边我是不是就放台中市 听得懂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格 这个原本是空的值 可是经过我刚刚写的这个内容 我就把它补进去 叫台中市了 那是找一个台南市的给你们看 这都台中 台中市什么 陈美医院 中区业务组的陈美医院 对不起 那个友人医院 中区的友人医院 补了一个台中市 我想找一个台南市的给你们看 台南市 好 你看一下这个 南区业务里面的人村医院 你看这边我是不是补了一个台南市 可以吗 我再重新讲一次好不好 这是这一次你们跟着做一下 还是你们做完了 还没 那我再重新讲一下 因为这边比较困难 但是这也是我们课程里面最难的部分 就没了 所以希望你们 能够做得出来 好 我先把它 好了 我就再产生一个好了 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好 讲完我们就下课 好 然后接下来这叫什么 这叫 县市名称 因为二也用过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叫三 这个两位名称不能重复 空白键等于 其实 也就是说 刚刚我在做县市名称的时候很奇怪 里面就是有一些空的 那这样空的 我又不能不放任何资料 所以我就希望说 如果它是中区业务 我就放台中市 事实上他真的就是台中市 好了 那所以我只是用一个if来判断 而已 先判断一撇 用一撇来呼叫 呼叫说 这个县市名称 如果县市名称等于空直 斗号 这就是空直的写法 就是 假如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 接下来 那成立的时候做什么事 成立的时候是做这件事 就是 就是 我要 如果它是空直 我就输入台 然后end 因为有可能是台中市 有可能是台南市 所以我就取那个 分区业务组的第一个字 所以怎么取出第一个字 你们在座应该会写left吧 left 然后用一撇来呼叫 呼叫什么 呼叫这个 分区业务组 的第一个字 好 这个left 就只是 为了取出 分区业务组的第一个字 所以是这样写 然后end 其实end是文字的加法 那因为都是文字 所以它就把它黏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把end 向称它是一个年的意思 年 join joint 这个概念 然后点选什么 点选这一个 然后end什么呢 end一个叫做式的 逗号 这样我就有了台 也许是台中市 也许是台南市 好 那如果不成立的时候呢 不成立我们就 保留原址 那就一撇 然后这个叫做 县市名称 然后又瓜糊 enter 记得哦 反正就是能不要打字 就尽量不要打字 尽量用选择的方式 好 当然啦 县市名称 现在对我来说是多余的 所以我可能就暂时先从模型中删除 好 我现在呢 我要先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然后下课休息一下 希望说你利用下课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部分完善 然后我们先我档案另存 这个档案我就会叫做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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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课休息10分钟2点46分 进教室 好我把这个范例放在这个地方 县市名称2 这样应该可以看到很清楚哦 下课休息一下 累了吧 8 1 3 4